最近的微博热搜和懂音上,经常能看到张若南这个名字,感觉突然之间就走红了,而且,频繁的热搜,让人有点招架不住看过,悲伤一流长河的人都会记得顾森香。 而顾森香就是张若南饰演的,其实很多人在电影看到他之后,就迅速地关注了他,不得不说,张若南的颜值是非常的高了,很清纯甜美的长相,网友点评她是神似刘一飞,壮脸奶茶妹妹斗姐也觉得,确实是顶着一张青春无敌的脸啊,确实是好看的位置。 虽然她在电影里,得到了一个不幸的结局,但在现实中发展势头感觉越来越有描头了,先是外形,有网友觉得,她是陈独龄和奶茶妹妹的合体三人相似的气质,看着确实有点壮脸的感觉。 再是因为王思聪关注了她而上了热搜,可以说是空降热搜绑了广大吃瓜群众,真的很关心王校长的一举一动啊,大概就是生怕自己喜欢的妹子被王校长惦记上,追到手哈哈哈哈,真是操碎了心啊。 可能王校长也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吧,上了热搜第一之后,当天又被王校长取消了关注,万万没想到,因为曲关又再次上了热搜,这翻蓝覆取的,可真是赚取一大波流量的奖,逗姐还以为到这就结束了? 结果今天早上又发现张若南和费启明传出了绯闻,这期都不再传了又罢评了,事情的起因是费启明在朋友圈晒了一张与张若南穿着同款衣服的合影,本宜两人身穿情侣装,正在恋爱中,费启明大家都认识吗? 参加过同一超嫩幼稚园,上过快乐大本营,重点是还是抖音上的红人,小鲜肉一美,抖音上有近两千万的粉丝,不过张若南自己发文否认了恋情, 刚认识,纯工作,并表示自己从没买过热搜,谢谢大家关心,三番五次因为一些奇怪的事情上热搜,网友难免心生疑惑,怀疑他是否有买热搜的行为,想想最近这段时间,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频率,逗姐也不太确定,这到底是傲然还是真的买热,搜了大家觉得呢?运营审核? 我拉内容编辑,业语正能量追星,陪你犯爱豆,粉丝福利抢先响,爱豆资讯一手抓